色心除妄 色心念國之究竟妙法的第六頁 大家有拿到嗎? 這個資料發給大家 色心除妄實念法 第六頁 我把這個原來的資料跟大家念一念 你就知道這個是我們敬佛老闆的希望我們能做的定課 你就會知道說他的用心去道什麼 如果不講理啊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重要 因為我們真的呢 這個定課大部分都是妄 好我們來看啊 第六頁 色心除妄的實念法 公路至近空老和尚宣講之敬佛大經節講義 而且呢 近近空老和尚建議 這個都是老和尚有建議過的那些文章 所以我們公讀 我們的和尚人 他是怎麼個說法 無量受經起信論明 須知辭靈易法 最為簡要 行者 出發心時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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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會有定課 每日或千生 或萬生 或十萬生 從少至多 由善入定 隨其念力 俱可 往生 這一個也是說 都可以往生極樂世界來 好 我們來看 持 是保持 是不見斷的意思 明呢 是阿彌陀佛的名號 這個 方法 最為簡要 最簡單 最容易 最穩當 最可靠 而且成就 也最高 不可思議 近空法呢 確實就是這樣 他 簡單 依慾魔法而已 阿彌陀佛 誰都會念 容易 誰都會 穩當 怎麼叫穩當呢 他往生極樂世界 成佛 這個穩當 成佛 最穩當 不用經歷很多很多的 那種很難修的 修行方式 如果你有去 參訪其他報道 你會知道 很多刑犯 非常困難 非常非常困難 像禅宗 如果你要有一點點經歷 你不會雙彈 難 至少啊 你要有一點點經歷 打坐要有一點點經歷 單彈 不容易 至少都要雙彈 所以光是這個 念那個腿啊 應該要念點鹽 我自己呢 也打坐過 打到我這個右腳 那個經絡受傷 這個也不 不機會 告訴大家 以前我一坐 我坐就是兩個小時 坐到後來 我自己都會受傷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專門用殘疾 但是呢 我們 平常拉筋不夠 又沒有那個 殘疾指導 所以後來 自己搞 搞到我這個 受傷 已經大概 差不多 從三至四位到現在 已經沒有 都之後 那現在呢 其實在這裡 所以後來呢 我才知道呢 真的 光是念一個殘悔 都不會 因為呢 有的人 他們天生那個經比較 我們天生那個經比較硬 硬 硬還要硬搞 還要膽 感覺搞 實在是太貪了 所以後來呢 就是 本來是單彈 到後面呢 你覺得好像可以 就直接到一盤 又 要希望自己這個功夫感 再等於 雙盤 如果你看 後來 人不常行 所以 很多刑法 真的沒有 念魔法來的 穩當 簡單 能力 而且可靠 成就 也最高 為什麼呢 他們真正的成仇 他不是一般的 阿羅漢 菩薩 他是真正成仇 原教 原滿國 所以呢 他不可之意的功能 行者 行者就是巴西念佛的人 出巴西 就是你呢 你巴西要去极樂世界 念佛是為了去极樂世界成佛 出巴西時 跪在定課 我們現在 你巴西休息 你有沒有定課 去想一想 沒有定課的人 你要定課 因為你不像我們的法師 每天那麼多時間休息 在家居士 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要定課 你要定課 你才會去 不然你呢 三天再往 兩天 兩天去休息 這樣不行 那天天天天地 啊 就好像煮開水一樣 你那個開水呢 那今天的大火煮開水 啊 然後呢 煮了十分鐘 翻起來 明天不煮了 啊 後天再來五十分鐘 你煮一輩子啊 水都不能喝 不能開啊 沒開什麼 啊 所以說呢 我們的定課就是你 不定的 一定要做個定課 所以呢 會在定課 一般的人呢 中下根性 他不是上根性 中根性的人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老實的去定課 所以呢 定課 每天定一千神佛號 或者是一萬神佛號 或者是十萬神佛號 和你自己的時間 啊 最好的 是什麼 最好是要從少度多 由善入變 啊 剛開始你的定課 不要定太多 不然你會怕了 定課不能定太多 但是要經 要專 要定 啊 不要貪多 如果一貪多啊 你那個功課 你就會唸得很窄 你看 很多人唸無量壽 剛開始 只有一個無量壽 哦 他就唸得很慢 啊 唸得很舒服 到後面呢 好多功課怎麼樣 無量壽機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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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弄起來 沒關係啦 就是把它唸完就對了啦 到後面呢 一個無量壽機 大概四十分鐘就沒有完 四十分鐘 可是呢 有沒有貪多 一大堆 啊 天天在那邊趕功課 真正如量壽機 啊 我跟諸位講 大概一個半小時 禮服 慢慢念 每個字念的心情之中 都在這裡頭 啊 這個是不是我編的 不是 是我們進屋老闆 在金剛經講義裡面講的 真正如今是拿來修定的 他是拿來修定的 也是要幫助我們怎麼樣 射心出發 可是我們念了那麼多年都無量壽機 你有沒有射心出發文化 應該是有 但是有沒有到究竟 什麼叫究竟 你獨一目量過去 你沒有忘練 就究竟了 有沒有 應該沒有 像我曾經把我家收集點廢 廢到最後還是一堆忘練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定課 那我人呢一定要有一個真正能夠定的課 這個定呢 可以分兩個意思 一個是故地的課 一個是在故地當中還要出定 真正得到定的功課 我發現我們老闆師這一期要我們的這個功課 是不但固定還要真正定下來的課 這個我看見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實戀法 什麼叫實戀法 就是你有忘練就從來 叫實戀法 你一定要沒有忘練 你那個實戀才會完完整整 不然的話 你要去記實戀法 為什麼要記實戀法 念法要記實戀法 光戀法就好了 幹嘛還要記實戀法 就是為了讓我們呢 一邊戀法 一邊清清楚楚的明白 它是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的戀法呢 都沒有辦法去顧其他的忘練 沒有辦法再去顧其他的忘練 我們這樣久了以後啊 忘練它會洗掉 真正達到忽設六根靜念相繼的效果 啊 所以呢 你看啊 啊 剛開始靜不要多 每天找課一部靈佛經 如果你是念無量作經的 不可以 可以 啊 啊 如果你說呢 那我早晚一部無量作經 那你時間太多啊 那太好啦 如果你說我沒時間 那你就早晚一半啊 也可以啊 啊 那如果說我在沒時間呢 你早課 必用晚課 必用晚課 三十二到三十七坪 那如果你是依無量作經的 做功課的話 你也可以改成這個方式 因為早課 無量作經的 那個必用晚課 三十二到三十七坪 這個是我們敬佛老闆 也是有常常說到的 啊 那如果你的功課 是一部靈佛經的 也可以啊 啊 總之呢 剛開始定課不要多 因為我們也沒有這麼多時間 啊 但是呢 你要唸一千聖佛號 啊 一千聖佛號 那可能你說 啊 總之法就說 你那個盤子 一千聖佛號 七十八分鐘 不是半個小時內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那你就聽半個小時多 半個小時多 半個小時 一分鐘十聖佛 半個小時是 三百聖佛號 早晚半個小時 啊 或者呢 啊 我呢 就自己唸 也可以 唸一千聖佛號 啊 唸一千聖佛號 啊 總之呢 啊 早晚一千聖佛號 你去算大概時間多少 我們可以用時間來算 也可以定課 啊 啊 貴在什麼呢 啊 堅持 天天不斷 你念了兩三年 你功夫自然德 啊 再繼續加上佛號的數量 絕對不可以好高 除了定課外 啊 還有散課 散課呢就是呢 那想起來的中間 無論在何時何止 皆於念國 人多的地方 自己心中默念 不要重生 那就不會不干擾別人啊 射心很難 射心真正的功夫 映光大士 他是西方極樂世界 大士是菩薩帶來的 他教導我們的方法 就是現在人可行的方法 啊 他是紀錄中 第十三代的武士 距離我們現在也是最近的武士 啊 在還 在這個第十四代武士 還沒有出現以前 我們可以 完全去依止 第十三代武士 沒有錯的 好 然後呢 他教導我們十念法 念四聲 念四字六字 聖好勾行 重點是要念得清楚 四個字 阿 密 佛 一個字 一個字念 口 口裡面 口裡面的 清清楚楚 耳朵聽的 清清楚楚 更重要是 心中 記著清清楚楚 十念法 不用念 為什麼呢 你用念書啊 你會真心真實 心力很難解說 完全用心記 只記十個數 啊 只記十個數 從第一句 到第十句 很清楚的知道 這是第幾句 這是第一句 還是第十句 這是第幾句 十句念完 再從一到始 從一到始 就這樣念下去 容易色心 雜念起不來 若起雜念 就是你一定記不清楚 記不清楚 就不算 要從 要從 從一 念起 一定要記得 清清楚楚 才算 那麼有的人 同學跟我講 如果我是念到 他是技術的 一千針嘛 我念到 第九十九世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念到 啊 念錯了怎麼辦 是不是要從第一次來 沒有啦 你就從第九十九世出來 如果再從第一次來 你要唸到明天都唸不完啦 要明白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講清楚 你第九十九世 假設你第九十九世 念的 誒 念的不好 不妄念 你要從來對不對 你還是從第九十九世再從來 可能 而如果你用那個光盤聽的 誒 第九十九世念了 而念不好 沒關係 你就繼續跳過 第一百次 然後呢 你全部念完之後呢 你就記得你錯解釋 再補回去 假設你錯十次 再重新念十次 完整 這樣就是啦 總之呢 我們有時間的同修 你可以念一千生 一千生可能要快兩個小時 而如果你沒有時間呢 那你就每天早晚半個小時 因為你自己念啦 一千生大概是半個小時 差不多 自己念的話 或者你定45分鐘 就是看你的時間多少 你要看你的時間多少 為什麼呢 它跪在即刻 但是呢 它是有少 再倒多 所以不要勉強 一剛開始 我們不要說 就是半個小時 早晚半個小時 念過 然後呢 這個定課 你看你要讀什麼 如果你是無量肉筋 要整部念 那你就 早上 你就一部無量肉筋 再去半個小時 走 晚上 不念無量肉筋 那你就念多耶 也可以 看你的定課 哦 能夠一天念到一千生是最好的 你要自己念也可以 阿密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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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我有那個十頁把快 我有算過 大概呢 好像是半個小時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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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間快 跟著當地念 動靠 從一到十 從一到十 這樣念下去 容易設計 砸念不齊 若起砸念 你就記不清楚了 記不清楚就不算 要從一再起 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 才算术 初学 实际 实句 真难 念到大概第六七句就乱了 没错 老法师真的是有经验 老法师告诉我们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句到第五句 有人就问老法师 念到第五句 再从第一句到第五句行不行 不可以 从第一句到第五句 第二到五句是六七八九十 要这样一句念法 乃至于我们用三单四整念法都可以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样才能射精 柯小林这个方法念了四整语很有受用 他说以前面法逛面砸面很多 那么这四个月训练之后砸面少了 欢喜不亮 念了几个小时都不知道提倦 念了三个小时感觉好像几分钟一样 这一种感觉非常好 那么念法呢 他能够消一切的罪欲 无量解以来的罪欲 只要你真正会念法 就能够消去 用印光大师的方法 消得最快 最有效果 自己要能够感受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念法的时候啊 念法的时候呢 没有杂念 没有杂念呢 就是消厌障 还有杂念呢 这个厌障呢 就还没有消去 让你呢 警觉到自己有厌障 所以呢 敬念相续 第一是不要逃 第二 是没有妄念 夹杂在其中 要念到 一个妄念都没有 心理很清净 念法就真的有功夫了 这就叫做消灭大人像 那么在一场生活当中 这个功夫要时时刻刻的提起 你遇到了称心如意的事情 失败起心 生贪念心 那个也是烦恼 要马上呢 念佛 把他扑住 遇到不义的事情 生称慧心 生嫩气的时候 也要把佛号的功夫提起来 气就消了 怨恨就挂你了 这是古人所谓的 不怕念死 只怕觉死 念死不怕 佛号提起来 就是觉 佛号忘掉了就是你 迷了 你就是随顺烦恼 就很苦了 绝了 不随顺烦恼 马上把烦恼降不住 这叫功夫 这叫慰念 这叫做真正念佛 因此真念佛 不在乎一天念多少生 因此 印荒古斯 这个不繁导的念佛方法 非常非常有效果 大家看到这个老康上 希望我们功夫得力 自己在家 不是天天来到场的同修 你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个定口 这个久了 我也相信 一定会得力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妄恋的离婚 我们都应该去做做看 没有妄恋的离婚 因为我们有妄恋的离婚 已经禁了好多年了 公共没有离婚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大家 你量力而为的 去做做看没有妄恋的离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了 你如果是早晚十念法 一日久四念法 你要知道 它的要求也是没有妄恋的 比如说我们再吃早餐 早餐前是不是念十分国号 你不要一边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赶快吃赶快吃 中午话有咖喱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咖喱也很好吃 你那个国号就不行啦 那要重念 我看到很多人念这个很快啊 哎我们早餐吃早餐啦 赶快念咯 念国号成真咯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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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所以总之你不能够有望面 有望面要重买的 如果你那个是念法 你一日久剩的 你要有望面要重买的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然我常常也在吃饭 一吃就 佛话都没有念就开始吃了 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既然你要用吃念法 就好好念 为什么呢 让我们 永远保持 只要念十念法 就训练他没有望面 等到你一定说 你就是 一提起佛号 我要用十念法念什么 一念就是没有望面 一念就是没有望面 那你见到阿弥陀佛那还可以 那一定往生的 十念必生啊 对不对